同学们大家好 在有了之前的基础知识的支撑之后 这节课我们来讲解 如何实现to do list 里面新增删除列表项的功能 首先我们打开之前的项目 我们已经做到这里了 当我们在input框里输入内容的时候 比如说学习语文 这里都可以正常的显示我们输入的内容 下面我们点击提交的时候 需要把数据显示在列表之中 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功能 进入到我们的代码 我们进入到to do list 这个组件的代码之中 然后呢这里我们有一个按钮 在按钮上面我们绑定一个点击事件 那如何绑定呢 我们可以通过on click 大家一定要记得在react之中绑定事件的时候 这个事件名称的首字母一定要打写啊 当我点击的时候我会执行一个handle button click 这样的一个方法 别忘了去改变它list的指向 好 在这里 我继续去写这个代码 我写了一个handle button click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当我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我要干什么 这点大家要想清楚 大家来看 现在list是一个空数组 list里面有多少项 其实列表中就应该展示多少项 目前我们这个例标签里面 是写死的两个标签项 其实我不应该这么去写 到底有几个例 是由list标签 或者说list数据里面的数据所决定的 所以在这里我应该这么去写 花口号代表什么呀 代表这里面是一个gs的表达式 我呢 循环 list or state里面的list 在es5里面 数组会有一个map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map方法呢 对list进行一个循环 这个方法里面接受一个回调 回调函数会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具体的每一项的内容 一个是每一项对应的下标 OK 然后我让它返回一个例标签 标签里展示什么呢 展示的就是你每一项的内容 我呢在这个数组里面去加几项内容 比如说学习英文 学习react 保存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小心 学习英文学习react就出来了 好我们分析一下代码 在数据项里面我们定义了两个数据 一个叫做list 一个叫做input value list里面包含两个内容 一个叫做学习英文 一个叫做学习react 在渲染页面的时候 ul里面的内容是根据state下面的list这个数据项 产生的 那我们对list这个数组做了一个循环 现在它有两项 所以呢map里面的这个回调函数 就会执行两次 每一次呢 它都会拿到item对应的都是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的内容 第一次循环的时候 它对应的是学习英文 这个时候呢 我返回了一个例标签 所以学习英文就被展示在页面之上了 那紧接着第二次循环的时候 学习react变成了item 然后呢 它也被展示在页面之上了 好 初始化的时候 我先把它清除掉 保存再到网页 你可以看到列表里什么内容也没有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填写完内容之后 比如说 learning react 我们点提交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数据放到下面的列表之中 我们来看代码应该怎么写 回到我们的编辑器 在这里面 当用户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怎样才能让页面的列表中有值呢 很简单 我们不要去关注dom如何操作的 我们只需要关注数据就行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把input value 也就是input框里的内容 放到list这个数组里 这样的话 数组里有内容 页面就会跟着变了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功能了 那我们来看代码应该怎么写 当用户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调用this.set state 我要做一个变更 我变更谁呢 变更list list里面我应该怎么写 好 大家来看 我会这么去写 this.state.list 这种写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是ESU里面的一个展开运算符 this.state.list 指的是之前我们state里面存放的list的内容 比如说之前你放了一个 一 二 三进来 那这里呢 它是干什么 它是呢 把这个一二三 一个一个的拿出来 生成了一个全新的数组 这就是展开运算符的一个作用 它会把以前数组里的内容 全部展开 然后呢 再生成一个新的数组 大家可以看到 之所以外面要套一个数组的这个符号 是因为呢 展开之后 我把每一项最终又通过这个符号拼接成了一个全新的数组 这是一个展开运算符的意义 好 这里我先把它去掉 那我们继续写 你要把list变成之前的list 同时在后面你还要加一个新的东西 加一个什么呀 加一个list.state.input value 当我们这么去写了 之后 我们保存 回到页面下 我们竖一个learning react 然后点击提交 大家可以看到 列表里就有了一个learning react 我们再写一个learning react 动 提交 下面又会多出一个learning react 你可以随便加router 没问题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新增的功能 当然呢 这个功能不是特别的完善 因为呢 当你点提交的时候 我们最好 在新增的同时 把这个input框里的内容给它清空 如何清空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当你去改变state的时候 你不仅往list里面新增一个input value的值 同时呢 你顺带着把这个input value 给它清空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到一个效果 首先呢 我把当前的input value 放到list里面 同时呢 放完了之后 input value我又把它清空掉了 那保存 再看我们的网页 刷新 learning react 点击提交 这个时候我们新增的效果就比较完美了 好 我们点开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控制台里会报一个警告 这是一个warning 它不是一个error 它是一个警告 这里面为什么会报警告呢 是因为我们在循环列表中 立标签的时候呢 我们用了一个map做数组的循环 那大家记得 在react里面 当你做循环渲染的时候 你需要给渲染出的每一项增加一个k值 这个k值呢 是每一项都应该不同 它应该是一个唯一的这项的一个标识符 那么目前呢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index 也就是它的这个下标来作为k值 当然实际的编程之中呢 使用index做k值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 为什么不要用index做k值 那目前来看 因为index现在每一个例标签 它的index都是不同的 那我们先暂时用index做一个k值 来解决这个警告的问题 保存一下 回到网页 我们再刷新 del 提一下 ly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新增的这个功能就做完了 那回到代码里面 大家再来看 我们是怎么做的 当你用户点击提交的按钮的时候 我呢会把input value 也就是input框里的内容 和之前list的内容 做一个合并 生成一个新的数组 把这个新的数组 复制给list这个数据项 那list数据项里的数据 就会发生变化 添加了新的内容 list只要一变 我渲染的时候 数据或者说页面上的这个 一项一项是根据list的数据内容 渲染出来的 所以list只要发生了变化 页面呢就会重新的渲染 然后渲染出更多的内容 数据发生变化 页面自动的跟着变 这部分内容 以前我们需要操作动 但是现在react接管了这部分的操作 它帮助我们完成了数据和页面的映射 好 讲到这儿 我们呢借助了之前学习的一些知识点 把新增的功能做完了 那么之后我们再实现一个删除的功能 我们希望呢 点击del的时候 自动的可以把del从这个列表之中删除出去 那怎么做 一样的 我们在生成立标签的时候 可以给每一个立标签绑定一个事件 大家看事件怎么绑定 on click 这种形式来绑定 那绑定事件的时候 我们呢可以让它执行一个方法 叫做this.handle item delete 这样一个方法 不要忘了绑定一个this 那么我在我的组件下面 就可以写一个handle item delete 这样的一个方法了 好 大家来看啊 我在这儿先增加几个内容 OK 我保存一下 回过来刷新 123 随便 当我点击sdf的时候 我想把sdf从这个数组之中删除 那怎么才能让一个数据 很方便的从数组里被删除呢 是不是我们应该把这个数据 在数组之中的下标传递过来啊 那怎么传递 我们希望啊 当你点击这个具体的item的时候 可以获取到这个列表项的index下标值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当用户 我把这个靠左一点 然后呢 代码做一个格式化 不然看起来它太宽了 我们return一个例标签 onclick 这么去写它 好 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会清楚一些 当我点击这个例标签的时候 我希望呢 可以往handle item delete这个方法里传递一个下标 那下标的传递也很简单 在band的这个函数的后面呢 我们可以往里加参数 加一个index这样的参数 也就是这个例标签对应的这个index 我们可以放在band的第二个参数里面 传递给band的函数 好 band的函数呢 会帮我们做一层传递 把这个index传给谁呢 传给handle item delete这个方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接收到这个index了 然后我们把它打印一下 保存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加一个内容 1 2 3 当我点击2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下标是1 当我点击1的时候 下标是0 当我点击3的时候 下标是2 那我点击每一项的时候 获取下标的这个功能就做好了 那紧接着 我们说我们想实现删除的功能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很多同学又会绕回来 删除是不是就去操作dome 很显然不是这样了 react里面 页面如果想改变 我们不需要直接操作dome 我们操作的是数据 那怎么操作数据呢 我们说以前我们list里面 是一个数组有很多的内容 现在我要删除一项 其实就是把list数组里的某一项 给它删除掉 那怎么删呢 我们这么来做 首先我定义一个 这样的一个list 变量 或者长量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 this.state.list 好 这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这是一个展开运算符 然后我对this.state里面的list 这个数组做了一个展开 后面又把它包装到一个新的数组里面 实际上这句话就是在干一个事 把state下面的list这个数组 做了一份拷贝 把拷贝出的这个数组 放到了list这个变量之中 所以list是list.state.list这个数组的一份拷贝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么去做 list.splice 我们要删除数组中的某一项 我们删除哪一项呢 我们删除下标是index这项的内容 我们删除几个呢 删除一个 好了 这个时候list以前我们有三个值 比如说我们数个一二三 当我点击二的时候 实际上就会把list里面下标为一的这个数据 给它删除掉 list呢就少了一项 接着我们再干一个事 我们说直接改变list没什么用 我们需要调用list点 state 来改变数据 我们改变数据里的哪一项呢 改变数据里的list这项的内容 让它变成谁呢 让它变成我们当前的这个list这个变量 OK 保存 然后到网页上 刷新 数一二三 我们点击二 大家可以看到二就被删除了 我们点击一 一就被删除了 点击三 三就被删除了 好 那么有的同学就会问啊 哎你这个好像写的不太合理啊 你不是就是想把list减少一下吗 那你不必要写的这么麻烦 你可以这么去写啊 list.state.list.supply 好 然后呢你把这个index传过来 你直接呢就把state里面的list给改了 这不就可以了吗 之前我讲过你这么直接去改数据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想改变数据 react之中要求你必须要用setstate这个方法 好你可能会想 那我不妨这样 我呢再把它改变了之后 我重新呢让list等于什么 this.state.list 这样可以吗 我们可以试一试 保存 然后到网页上 1 2 3 然后我们点击2 点击3 点击1 可以正常的被删除 但是 这不是我推荐给大家使用的一个正确的方式 这样的使用是错误的 react之中 有这样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呢 叫做immutable 我们恢复一下 react之中有一个概念叫做immutable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是 state不允许我们做任何的改变 那大家来看 我之所以这么写 是把state里面的list 拷贝出来 我们实际修改list的时候 并没有修改state下面的list 而是修改list的一个副本 这就是immutable的一个概念 当我们去操作state的时候 react要求我们 不要直接去改state里面的内容 如果你非得要改 那你拷贝一个副本出来 自己来修改这个副本 但是你一定不要改state里面的内容 因为一旦你去修改state里面的内容 后面我们在做react性能优化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 这点大家要记得 所以呢 我的代码写成这样 而没写成后面我们写的那种写法 因为一旦写成后面那种写法 我们是this.state.list.splice index1 如果我们这么写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操作state里面的list的这个数组 我们直接修改了state里面的数据 这个是react不允许我们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这么写 好 讲到这儿呢 我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如何使用react 去创建一个to-do list这样的一个小功能 那这里面呢 我们完整的使用了react里面state这个东西 同时呢 也使用了onchange onclick这样的事件绑定的语法 我们呢 还去做了事件方法的list的绑定 然后还去讲了如何通过band 去往回调函数里面传一些额外的参数 当然呢 我们也讲了react里面 state不允许做任何改变的immutable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 讲到这里呢 我们就算基本入门了react的使用 那么后面呢 我会具体的 结合这个list给大家再去科普一番react的基础知识 那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对吧 对啦 对啦 就嘿闹了 呀 对啦 这就算谢谢你 如果可以釉拠这个车